歡迎來到Ju的頻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CSU 今天這一集要做類似調酒的影片 沒有滿18歲以上的人 不准喝酒酒喔 歡迎我們的藍賓1號 歡迎我們的藍賓2號 這兩個呢 冬瓜茶 威士忌 我不知道啦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影片 有一個YouTuber拍的影片 就是調酒的影片 他拍到這個飲品的時候 我整個眼睛發亮 我覺得非常的好奇 他說這兩個搭配起來 屌炸天 屌炸天是不是 我這個人不喝酒 我真的不喝酒 我超討厭喝酒 可是呢 聽他這樣講 感覺很像 很好喝 我就很想要喝喝看 我剛剛問我媽啦 他說威士忌很難喝 然後冬瓜茶 我是覺得很好喝啦 今天要把這兩個東西配在一起 我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支影片 但是那個時候他的點擊率是非常的高 我覺得超吸引我的 我也有看過謝傑林拍過 然後 我也忘記他說什麼了 然後 反正呢我們今天就是把冬瓜茶跟威士忌 砰在一起 然後看會有什麼口感吧 以我這個不喝酒的人 要來憑藉酒這樣 憑藉冬瓜茶還可以啦 但是憑藉威士忌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不太OK 然後他這個呢 都是在7-11就可以買得到的 是這一個牌子的威士忌喔 大家不要買錯了 這個好像快接近200塊的樣子 175吧 有點忘記了 三德利威士忌 小黑角43度 喔 酒精成分43度 我最高喝過的酒精濃度很像是那個冰火 是6%還是5%我忘記 我只喝過那個 其他我就沒什麼喝過 然後他的濃量是180毫升 他好像是說把冬瓜茶喝到這個位置吧 這一個位置 然後就把全部直接倒下去 然後搖一搖就會非常好喝 屌大天 所以 我要先把冬瓜茶喝到這邊也太多了吧 這個濃量是多少 280 280 180 所以我要喝掉100毫升 OK 100毫升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現在怎麼可能喝那麼多 算了 我覺得我等一下會想尿尿 應該到這吧 喔 OK 大概就是喝到這個位置吧 如果倒不完就算了 如果你喜歡威士忌 皺一點的話 你可以再把冬瓜茶喝到一半的位置 喔 光喝這樣我就覺得好飽 來來來 威士忌大大出場 我剛剛也有問我爸 他好像也不太喜歡威士忌欸 喝酒企劃 哇 等一下 喔 味道好重喔 怎麼會那麼重 喔 好嗆喔 喔 對啦 我媽是說什麼 威士忌 本身不好喝 但是他調酒起來 蠻好喝的 直接倒下去囉 今天的實驗 敬各位啦 欸嘿嘿嘿 欸 嘟嘟厚 嘟嘟厚 完全剛剛好 剛剛好 哇 哇 嗚呼 OK 全部倒下去了 喔 哇塞 接著 揍頭戲了 哇塞 哇塞 我把這個包裝撕掉好了 這樣你們比較看得清楚 好 整個顏色 怎麼那麼像尿尿 好 就搖 搖他 就要有點 調酒的感覺有沒有 這樣晃著我頭都暈了啊 就是這位youtuber啊 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他說 他有說他要去派對啊 或是什麼場合啊 他都會帶兩罐這個 他喝一罐就醉了 喝一罐就醉囉 我可能喝個 一口就醉了吧 不是啦 我沒有喝醉過啊 因為我不喝酒 我應該咬得差不多了 可是我現在覺得好緊張喔 怎麼辦 這個顏色跟冬瓜茶顏色 根本就是一摸摸一樣樣 來來來 哇 感覺真的濃度很大呢 唉 我又需要來個西里的突破了 我的媽 可是 莫名覺得很氣憤 喔 好臭好嗆喔 我覺得我沒辦法突破 味道超重了 屌炸貼士吧 我應該 我覺得以我的酒量 我應該只要加半罐威士忌 在這個豆瓜茶裡面 我或許會覺得好喝 整罐加下去 我覺得有點不湯耶 老天爺 拜託希望好喝 我喝一口就好 拜託我喝一口就好 我現在覺得很不湯 我真的不喜歡喝酒 味道比較淡一點 剛剛那個太嗆了 我好像沒有把它搖勻 你們要這樣配的話 真的要搖魚喔 我整個全部起雞皮疙瘩 喔 我真的討厭這個酒味 我好像沒辦法突破我自己的心裡的那個障礙 我好像沒辦法突破我自己的心裡的那個障礙 現在這樣聞起來有一股怪怪的瘦焦味 欸! 不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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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行 他就是有一股腦的給他沖上去 哇 不行不行 我這個這個不行 我真的真的不行 給我爸媽喝喝看好了 拿去給我家的喝吧 他們都會喝酒 媽媽你幫我喝看 我不錄你 你幫我喝 你這邊那麼暗 快點啦 你就這樣幫我喝一口 我錄我自己 我沒有錄你的怎樣 他是豆瓜茶加威士忌 還蠻好喝的 很好喝 還不錯啊 還不錯喔 真的假的 我剛剛喝一口我快吐了耶 不會啊 很好喝啊 你覺得很好喝 那你覺得爸爸會喜歡嗎 應該會吧 好 那我拿去給他喝 不然本身威士忌也蠻喝耶 真的喔 好了解 你喝一口啦 豆瓜茶 豆瓜茶 對啊 酒啦 欸 聞到他講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那個 賣威士忌啊 好 你喝一口嘛 我不講 我最討厭喝威士忌啦 你要這樣喝 喝一口就好了嘛 你喝看怎麼樣 威士忌啊 不要 我不喝酒 不要喔 你不喜歡這個喔 對不起喔 我不喜歡喝這個酒吧 喔好啦 它是威士忌好不好 嗯 給你媽喝啦 你媽喜歡喝 好啦各位 總結總結了 等一下 鼻涕都流出來了 喔 那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剛剛給我媽喝 我媽說 欸 怎麼那麼好喝 她很喜歡 她還說叫我放著 她明天要帶出去喝 然後可是我爸就不一樣了 我爸本身就是會喝酒的人 可是她只要聽到威士忌 她就討厭 她就是很討厭 就是因討厭而討厭 懂嗎 所以就算她調得再好喝 只要說出她是威士忌 我爸就是排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很奇怪的定義 可是我媽雖然還蠻公正啊 我媽會小酌 她說好喝 但就是真的好喝 我媽說會喝酒的人 就會喜歡 所以如果有人也喜歡喝酒 你們也可以在那調調看 但是如果我不喜歡喝酒的 你就會像我剛剛那樣 很丟臉 不要在外面這樣炫喔 那我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喜歡影片還喜歡 又不喜歡又不喜歡 再喜歡的話訂閱我 我是CHU 大家我們 拜拜